花山基金会六国天塞站 登记关怀地坑的六十点倍 今年迎来设立十四周年 基盘感恩地坏 哪是有点倍前来常有 也要邀请六国国小的小朋友来登陆 就与我们团队关怀以及温暖 看着一位小朋友 中社区的中部的南方条 基本是上东闻心 花山基金会六国天塞站 在今年设立十四周年 为此来基盘感恩地会 请很多民众和中部来参加 花山基金会都会 主动卡电回去问 我们有点的 送一些吃的东西去三点玩 如果有什么外动 我们会主动通知 有他们的照顾你们过得好吗 结架很好的啦 对 就是花山基金会五家园 给大家老后的实在是很感兴 很感兴趣 事事结局都不允许老人的工作 这是很好的很好的 没能够找的啦 我今年参加我算 像年轻的老人 我都很欢迎 所以说 这人很辛苦 这次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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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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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贡献 华东也邀请到六个国秀的小朋友 来做回动路 除了请祝 放地 给中备 表现出尊敬 还有好心 小朋友也向中备 共同借着 向前爱的T恤 希望可以让中备感受到 志士含关怀 因为我们也算是在地的企业 那因为华山也是在地的这个 都是老人们 那我们有余力 我们就是大力来参与活动 那把我们自己本身 我们做的观光 还有我们的商圈 还有我们的人偶 我们就带来这边 跟他们一起唱 深处该歌 然后一起来跳舞这样 今天是华山基金会 陆古天使战的14周年 我们在地已经给了14年了 为什么今天要办这个活动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因为已经让大家越来越疏远 那今天我们还有一个 拥抱T恤的活动 希望通过小朋友 还有各界善事的拥抱 让这些独居弱势的长辈 能够得到更多的温暖 更多的爱 然后也希望呢 在今年过年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一份温暖的电菜 希望大家可以持续支持 华山基金会 照顾在地独居的老人 过这次的活动 希望有更多企业 还有民众加热公益的行列 就会为抑制的主管 来更多关怀和温暖 记者就有信财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